一個概念叫壓迫 另一個概念叫Woxer 什麼叫壓迫呢? 壓迫的概念就是 其實我不一定要在乎你存在 因為我不存在 我在意的資源 Let's say 整個美洲的奴隸協議 沒錯 我有一些奴隸過來 幫我做事是很會的 但我不一定要靠你這些奴隸 非常不可以 所以其實你們死數以萬計的很重要 我要你們的徒弟 這個就是壓迫 但相對來說 其實你在香港那邊是甚麼 例如我們很多時候說的一些 例如你說內地人來香港 我們很多時候給他做的一些是甚麼 就是本地人不是太陽 例如你 說到你多不喜歡內地都好 你說村菜好不好吃 山東菜好不好吃 好事 價錢入你那些 真是便宜一點那些 通常都是內地人做 做伙計做師傅 你不會在那些方面對他特別 真是反感 甚至乎 我們再將整個時鐘 活回到10年前 我年輕讀書的時候 哇 我要玩的很久 是的 那時候是甚麼呢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所謂性消費 那時候就說 噢 去外鈴鐵島洗頭 那裏很多法花 那洗頭之後 有些甚麼後續服務 那些就不說了 那 而這些這樣的位置 香港人對於那些 他們口中相當之 即現在說到 很大威脅的內地人 其實他們不覺得那些是威脅 他們可能提不起 但不會覺得是一些威脅 為甚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覺得 你是在服務 無論我是進來開床 你服務我也好 我本身做老闆給錢 你服務我也好 這種本身是一種威脅 甚至乎這樣說 你不是沒有受到威脅 但問題就是 你是幫人威脅 例如說 你本身是做一個 大家樂的總臣管理 現在說有最低工資的時候 其實你老闆未必很有所謂 你很有所謂 因為你要控制業 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變成 大家領不上的東西 例如我剛才所說 你對於內地人 這種所謂不文明 不衛生的印象 其實跟整個香港80年代 經濟武器 城市化 金融化以後 你其實看不起那些所謂 窮 或者農村的人 而基於這個印象 你頂不住的是甚麼 突然之間要帶著很大筆錢下來 然後掃地鋪 掃名店 掃貨 還有跟你爭 跟你同樣 原本只有自己應該可以接受的 公共同步 Let's say 例如公共同步 當然了 其實已經上不了了 例如醫療 現在沒有了 這些位置 直接挑戰香港人的 某一些身份的介線 在那裡 我又再下一點 講一講 為甚麼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否說 以色列覺得 一些巴斯坦人 不用好用 不是的 但你可以看回整個 以色列的經濟外國 其實它很著重 外地的現象 因為它由一開始 南國已經是靠相當大量的 外地的革命 例如剛才 張翔蓬子說的 就是一些教會的捐鐵 這裏很重要 但甚至乎你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它其實 戰後 二點之後 它都覺得 有一個 in the name of compensation 就是對於 你那時候 打仗的時候 受到這麼多苦難 所以都捐了相當不同的錢 給它以色的難度 有些這樣的錢 之後更加不用說 美國對外援助 這麼多個國家 就是所謂的援助 當然當中很多 是生意合約 溫火等等 如果真的計算數值 應該是最多 數以少計的 是以色列 也都因此 這個會以色列 是整個中東 唯一一個 有恆彈的國家 是的 那 他又不是很認的 是的 他一向都不認 然後到伊朗才有 又好皮靶半遮臉 是的 但是當然 也有其他的消息 說 其實它已經有二百多個恆彈頭 是很厲害的 他們的外面 那 那 正正是因為 它整個經濟上面 它外面的一些資金 變成了一個相當大的助力的緣故 它比較著重的是什麼 就不是在一些本土上面的搭站 可能就變得不太重要 這是我講的 現在 比較重要的那些 反而是一些外農的資金 例如它很著重一些 對外的外交上的形象 例如它很多旅行的那些 集在農場那些參觀 又或者是一些 現在有很多新的發生 我試一下舉舉一件事 2005年開始 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說 你這群以色列人一定是 最喜歡別人的原教 自己主義幾乎圖 你又覺得吸引他們過來朝職是最好的 就是有錢或發展 這兩年 是 沒錯 但是他們開始覺得 政治形象在他們打什麼呢 既然那時哈馬斯開始壯大的時候 那你這群人 真是正好就符合 我們在一般媒體形象上那些 非常之性保守 沒有反動 講道理 很不包容的那些 那他怎樣呢 他就引入一個性小眾產業 他企圖向世界各地不同的LGBTQ 宣傳 就是我們這裏才是包容這些性小眾的地方 接著有很多型男的照片 就作為一些旅遊大使的波動 放在那裡 一年花7億港幣左右的宣傳費 那7億應該是一年左右的LGBTQ 那會有些被稱為pinkwashing的campaign 其實是由他們外交部有份做的 那這個是一件事 那當然如果我們真的要講教會的那條水 就再早一點 例如我們看回整個70年代 因為美國其實一直都是一個由新教徒 就是很主導他們的文化 應該是約六成以上 可能是我們的宗教朋友 是他佔他們人口的數量 那其實這個原因也是導致 一旦動到他們的宗教教 其實對於他們的文言 從而政治走勢都有相當多的影響 在70年代 因為這個這樣受新教徒化影響的國家 其實當中有些基督徒 他本身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啟示錄 我們應該有一個新的年代解釋 70年代曾經有一個教會相當多年來的唱歌書 是一個年代的唱歌書 他重新解釋啟示錄 他就說啟示錄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一個核戰來的 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來的 這個跟當時整個Cold War 整個冷戰一樣的形象 是企圖混合進去的 但是大家 如大家所知 80年代 蘇聯那些Dub的情況 大家都看到了 直到蘇聯解體之後 其實這班這樣的基督徒 就想將他們原本的故事的劇本 找一個新的假想帶進去 這個假想帶進去新的戰場 就放在中東 而中東他們覺得 最能夠代進去整個劇本 最有整個聖經色彩的 當然是以色列發言 所以正如剛才大家和女士所說 為何這十幾年來的 那些說法會興起呢 其實跟這個政治上 有政治上的發展有些關係 甚至乎他們以色列都有思潔之明 八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看過 那時甚至有些 教育派的牧師 會走出來選擇 Cat Robertson那些 又或者那時 列根出來選擇的時候 也有一個 叫Jerry Ferraro的牧師 搞一個 叫Moral Majority的Campaign 來支持他 那時怎樣呢 以色列那邊呢 就跟Jerry Ferraro 是開過會 聊過天 叫他支持以色列 即是已經有什麼 協議在那裡做 那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整個發展 是相當之 真的八十年代到現在 都已經三十年了 那 有這樣的發展 而香港那些 教會 為何是這樣的 因為香港那些教會 其實很多時候 它是阿比亞 教會 都是很受一些 美國影響 所以變成他們 其實是執政人家 很順利 很多時候 他們那些 那些狼狼 又或者他們那些 潮政權 其實幫我阿拉斯 都是擁印美國的 結果就是 那 這個是第二個 就是他想吸引 國際主義 和國際責任的 那又再講一些 新少許的部分 正如 剛才說過 其實 為了大家都知道 巴勒斯坦 想申請 就是加入聯合國 會員 當然 由於這個步驟 是要安理會 成員國 沒有一個反對 才可以OK 而很遺憾地 美國是安理會 成員國之一 那這件事 就不幸福了 那 現在申請 看看有沒有辦法 成為非會員 非常遺憾地 你說太國 對 但是 其實 以色列那邊 奈塔爾夫 他們現在的 派民主 是有些 扭底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進入的時候 你步步盡迫 那就等於國際 成員了一個南國的地位 你之後就可以 非常遺憾 那怎麼辦呢 跟著呢 他們的情報部那邊 就跟他推銷了一條 那條 那條是甚麼呢 就是 一個關於 阿拉伯猶太人 為難民的 這個形象劇評 簡單來說 就是 他現在 開始提出 因為這幾年 可以提出一個新的 就是 如果你要我承認 巴拉伯猶太人 去建國的權利的時候 你說那些是難民 因為他們是戰爭打成這樣 就算了 那你是不是要承認 在阿拉伯地區的其他猶太人 都是難民呢 那如果你說人家是建德國 那這些是不是要建國 你應該給他們全部回來的權利 這些當然 其實 不是很可能實施到 但也不是很想實施 他的重點其實就是 透過一個出口信的用法 打擊你 巴拉伯猶太人難民的重要性 大家如果真的 有上YouTube的話 可能都會看到這個Campaign 他現在的Campaign 叫做 我是難民 就是 已經放了這些電訊 他對一些新媒體 那些都用得很重要 科技很厲害 好像是他們網絡的 他現在好像有什麼 我沒有記錯 因為我老廟是新加坡人 他在新加坡接受軍訓的時候 都是以色列專家 我去做軍訓 所以你想想他們 各方面的科技 都可以選擇 那就是 再說回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 就是我講這麼多話 其實都是想證明 就是 整個以色列本身的經濟 為什麼他不需要透過這麼大量 直接剝削你們 我做低利 然後拿你們的土地 那就OK了 還有水源 因為其實他有很多農場 他甚至乎可以霸了你們原本 農業需要的水源 然後去我的豪宅區的泳池 有這樣的情況 那 變成了整個經濟月球 但是我覺得 對於他們 現在的這個做法 是有些關係 他們為什麼這麼重視我們 所以就有些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有一個大難度出來了 就是例如 我們會覺得 國際公民社會的一些壓力 對他來講是構成壓力的 為什麼構成壓力 就是因為他要 尊重外國的營養 但是他同時尊重外國的營養的時候 其實他也可以維持 現在這個政治經濟的營養 去代巴克斯坦人 那 我不是很清楚 可以回答這件事 如果你問我 那 可能大家之後 討論的時候可以演一下 而另一方面 這樣再說的時候 你說香港人可以做到些什麼 我想 剛才那個大家是可以考慮的 我那時候做學生時 當然 都真的要想一下 因為 正如Rachel那些 真的 在營養機那裡 壓下去 有些這樣的心理 那時候 其實為什麼做人盾 是很一樣 因為人家是有sharp shooter 就是耳骨的臉 你如果出來 遊行示威的話 他真的是 瞄你那些 看起來 像帶頭的那些人 然後放冷槍去襲擊你 如果有些人在前面擋著 那你做不到這些事情 他其實是有這樣的立法 有很多阻涉的 就是阻涉外國人去參與 有很多的 不如在你跟他講一下 好 我沒有什麼 你可以 我舉個例子 就是 有一次我又去採訪 就是兩邊 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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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 就是阻止隔離場 他們就做橄欖樹 完了之後 我就跟了一部車 剛剛那個 ISM那個 就說 阿頭 又不是阿頭 就是他組織 他組織 他在那部車坐在我後面 然後 然後拿來走 然後 聊天 突然間 他們 以色列 有一些 叫做 fying check point 就是他除了有些 固定的檢查站 還有一些 是非固定的 他可以突然間 突然間 我終於在這裏 立刻設個檢查站 我們叫做fying check point 即是到處飛 突然間 我本來沒有的 沒有的 突然間有在這裏 我們都知道 咦 為何他突然間在這裏 有些妝忌 兩個人過來 因為一般的檢查站 都是很年輕的士兵 來的 就是來了兩個 變醫的 上了年紀 四十多歲 我們又知道妝忌 死了 拿了我們的護照 去了半小時 很久 就看一看就離開 那個人覺得很認真 然後半小時後 就來 派一些護照給我們 就 後面那個ISM的organizer 他就抓他 又要拘捕他 但他又不可以用一個理由 就說 你剛才起橄欖樹 阻止我們旁邊的牆 因為他們 以色列又強調自己是民主國家 他又有民主程序 你又不可以別人和平 根據他們的民主原則 我們都有集會的權利 有什麼什麼權利 又不可以用你們集會 去拘捕你們 所以他用什麼理由呢 就說你的護照是假的 你怎麼說真是假 我後面那個organizer 他就拿了一個愛爾蘭護照 他本來是美國的愛爾蘭人 原來後面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他之前 那個美國護照 因為他的護照 就入了黑名單 就是 給以色列拿黑名單 所以他就拿了一個愛爾蘭護照 這樣 那個以色列就死亡 那愛爾蘭護照是假的 但愛爾蘭大使 他說這個是真的 但他說是假的 這樣 然後又捉了他 捉了那個organizer 他會使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去阻嚇 所以變成 剛才Jimmy都問 你這些組織做什麼 他們都很厲害 什麼都 任何的scenario都想到了 但是那個愛爾蘭人 是很厲害的 他很鎮定的 他不會說聽你很鎮定 因為他已經知道 你作為一個所謂的activist 你會面對什麼打壓 他又很適合 坐牢就捉了 他又很清楚 立刻就打壓給律師 因為原來ISM印了一本小賊子 就是說 如果你碰到什麼情況 你有一些可以怎樣做 比如說你在機場 不讓你出境 你可以怎樣做 被人捉 你應該要怎樣做 因為我們在機場時被人問 問可以問很多 那你又要知道 你自己的人權在哪裡 你不可以過度問 被人過度問 或者過度阻嚇 在機場 所以 因為意思是 你都會這樣抓他們 所以他們 就已經清楚了 已經有整個律師 一張名單在這裡 他們是很專業 我覺得這個ISM 你立刻就打電話 有本小賊子 打電話給人權律師 他們就立刻做事 立刻做事 這一個愛爾蘭人 看路被人拘留 其實拘留了整個月 他們天天就寫日記 透過律師天天去探討他 把他寫了一些東西 都在拘留所裡面 怎樣怎樣怎樣 面對什麼 全部就會發放 有一個網站 天天我們就去看這個人的日記 就會有這樣 另外我找到這張照片 剛才你講到Pat Robinson Jerry Forward 他就是Question Alliance 那邊 剛我去到美國 有一個報紙叫 Brow them all away in the name of the law 就是說 Brow them all 即是炸光他們 紅主的名 炸光他們 即是炸光這些所謂阿拉伯恐怖分子 所以其實他們都很暴力 Pack Robinson都說過 叫美國暗殺這個查理師 就是殺了他 即是會是暴力 即是我去到那個地區 其實我覺得我們是在針對什麼 哈馬斯 針對什麼伊斯亞戰爭組織 針對什麼人力炸彈 其實更加有一個 更加值得我們注意的恐怖主義 就是國家負荷主義 我們沒有什麼批判到 這個國家負荷主義 就用國家名譽 以色列 你2009年襲擊這個加沙 天天是這樣壓著來打 人家都沒有還擊 人家弄過火箭炮 你又弄過導彈 各方面 另外一件事我想補充 就是 譬如說 譬如說 怎樣 其實我覺得 對我的理解 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 我覺得是一個 不是一個很突然間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 突然間 2010年12月 突然死了一個小班似飯 引起整個阿拉伯的燃燒 其實我會覺得 有些人是比喻阿拉伯的 帕流圍場 即是比喻當年89年 帕流圍場寶塔 帶出來的那場革命 我剛剛寫到 我就說 其實 最早的帕流事件 應該是1986年 1986年 發生在加沙 巴勒斯泰人是第一次起義 我們叫做intervada 第一次起義 他們就用石頭 其實 我就說 我們86年那場 我們叫做石頭起義 到了2000年 巴勒斯泰人就發動另一場 intervada 一場起義行動 也是拿著石頭 我在這裡說 如果2010年 12月17日 是阿拉伯的帕流事件 我說 在阿拉伯發生第一宗帕流事件 應該是1986年 那個石頭起義 但只不過 那時候他們只有石頭 沒有手機 我說 現在特尼斯人 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一張相片 就是 這個小販 叫做 叫做 姆哈密布施士 他自焚了之後 立刻 引發了 很多人上街 有一張相片 我覺得很有趣 他們原來一手拿著手機 另一隻手拿著石頭 後來我去年年中有機會去那裏做訪問 他們也說 其實他們 他們 怎麼說呢 就是他們 把阿拉伯之春 其實是最早 由爾巴 所引發 他們都覺得 這些阿拉伯人 那些兄弟情義 很強烈 他們會覺得 他們會覺得 爾巴問題 在阿拉伯人心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 為何要拿著石頭呢 其實 是 說回 這個不是一個獨特的事件 突然間這樣發生 有一條雲狼 追溯到1986年巴勒斯坦第一次起義 那我就說 這次 我說二十一世紀 第二十年之初 阿拉伯人的反政府浪潮 就有人說 就是很不易的 其實 一路來講 例如巴勒斯坦人 他們用建國珍媒的土力 他很強調那個所謂正義和尊嚴 一路下來 其實阿拉伯之春 即是說 是關乎於什麼 他們反獨裁 或者是經濟正義都好 但是 他們是很強調那個所謂 自由和尊嚴 是和巴勒斯坦人的鬥爭 是一脈相承的 即是他們很強調的樣東西 至於什麼 莫理法革命那些 只不過是法國記者 安了個名字 下去 即是浪漫化 因為我們在特里斯坦人說 他們根本都不喜歡這個名字 他們覺得 你們外面都是我們都不喜歡 我們叫做自由與尊嚴的革命 這個革命 是從巴勒斯坦1986 從巴勒斯坦1986 在加沙那裡開始 石頭的革命 是第一次排入圍牆 一直他們 我在這裏 被賴到 講到自由與尊嚴 和正義 一直賴到 佔米華爾街行動 1% vs 9% 我會覺得 有一個所謂 如果要賴到 巴勒斯坦的鬥爭路 這樣賴到 其實是 怎樣說呢 就是一路賴到 現在發生在 21世紀 過去兩年間 譬如說 從阿拉伯茲春 一直到歐洲的 所謂佔領行動 他們覺得 受阿拉伯茲春啟發 是一場 意識形態的和平革命 我會覺得 有一個 雲落在這裏 我會覺得 一路一路 我們好像很靠近 對於巴勒斯坦的鬥爭 一路一路說 其實我們是很遠 是很靠近的 好